36行,行行不容易,别看演员们似乎赚钱很容易的样子,其实他们也很难,拍戏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很多镜头中演员没有一定的演技根本撑不起人物形象,所以现在很多注水严重,演员又毫无演技的影视作品才会被观众们疯狂吐槽。 吃戏影视剧中经常有的镜头,听上去简简单单的名词,其实拍起来不简单,楚乔传中赵丽颖的吃戏还是不错的,拍到了他咬着食物,也拍到了他眼神里的倔强,符合人设,观众们看得有代入感,而不是某些明星界为假吃,假就算了,还假得明目张胆,让观众们一眼就看出来了。 作为四大花旦之一的赵薇,演技很不错,当年的《还珠格格》中,小燕子有一次饿了很久,被救出来之后,他看到食物狼吞虎咽的样子太生动了,虽说表情看上去不够美心,但小燕子当时饿到极致,哪里会有心思管自己漂不漂亮呢? 赵薇的表演非常符合人设又精彩,非常到位,如今的刘世世结婚生子之后,不怎么活跃在镜头下了,但当年拍戏时,他的演技也颇为不错,长相清纯漂亮的他,入戏了很放得开,某部影视剧中吃鸡腿的那一段,看得我也咽口水了,演技非常优秀,孙力在观众的心中是妥妥的演技派,参演的很多影视剧都非常受欢迎,塑造的每一个角色都很生动,有一部剧中他有一段吃鸡腿的戏份,咬一口之后, 他的脸上自然的浮现出幸福的表情,不用说就知道这鸡腿有多么美味了,不愧被是称为娘娘的人物,不仅是《甄嬛传》中令人心悸的《甄娘娘》,在演技上也是值得年轻演员们学习的前辈娘娘,这两年,李清参演的影视作品很多,似乎每一部都成为暴剧,不管是电影中还是电视剧里,李清的表现变得越来越好,或许他本人对自己的定位是演技派,任何角色他都驾驭得游刃有余,在电视剧《白鹿园》中,扮演 甜小鹅的李清,不仅突破了自己以往清纯的女神形象,展现了自己风情万种的一面,同时演技非常炸裂,在一幕场景里,当时已经怀孕的他饿到了极致,没有吃的,他一把拔起地上的野草,甚至还夹带着土就往口里塞,完全没有形象可言,同样是90后小花,李清比很多演员优秀多了。